唐鳳推出的疫苗市场意愿 登记预约系统使用之后 有超过百万人来登记 不过就有民众质疑了 不符合资格的人 居然也能够登记 如果说在就医时提出了 有三高是否就能够钻漏洞取得资格呢 指挥中心就澄清了 必须要在一年内有就医记录 再透过健保记录识别通过 才符合资格 也提醒民众 就算你登记成功 1922也会揪出来 第九类高风险族群 其中是调月109年1月 到110年5月的就诊记录 其中的主诊断码 还必须要被归类为高风险疾病 指挥中心已经将网站上公布 所谓的高风险疾病一栏表 包含高血压 肥胖症 帕金森氏 阿兹海默症 以及心肌病变 支气管扩张症等等 共有11大类 只要在一年多内有就医记录 主诊断码识别通过 就符合资格 但高风险疾病 如果是在次要诊断码就不行 一年内有相关的 我们列下的一些代号的 这些重大疾病 慢性病 整个医院登记只要四个步骤 上网输入身份证字号 健保卡号 收到简讯通知 就能正式预约施打 正常来说 不符合资格的民众 在第一阶段就会被阻挡 即便闯关成功 资料送出去 在第二阶段1922连动身份证 但第二阶段1922将身份联动 健保就议资料 审查资格时 就会被发现不符合身份 因此也无法收到简讯通知 也没办法成功接种 登记成功 你就会在上面 那将来随着开放的年龄 或是资格的审查 那我们就会来通知 陈时中再次强调 登记不代表预约成功 虽然7月7号早上 已经有超过160万人 上网登记 但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早上8点 约有148万人才符合资格 即便开放登记 但何时也要看疫苗到或进度 依照年龄逐一开放 基本上是以年龄越大优先 登记上面 大家时间可以拉得很长 大家可以慢慢的做 也不用急 系统被批评 登记被视为做白宫 指挥中心也澄清 只要登记就会有记录 因此疫苗数量只要充足 就会加快开放速度 但一般群众何时能等得到 没人知道 东森新闻 许树梅谢单词特会报导